有人问这个商品相关的股份 2600中国铝业现在在升3% 他说可否追入呢?上网多少呢? 其实我们会看到环球的不同的相关与铝的股份 就是美女甚至挪威也有一个不错的铝业股 其实那些已经是冲了顶 那我们就很明显看到2600很明显是一个大落后 但是起码我会觉得这段时间如果你是看好铝价的 我都会宁愿选2600多过俄女的 因为俄女始终制裁风险大 那但是如果你说2600的话呢 我自己就当着他在走一个叫做上升通道多些 那变了其实现在呢就叫做刚刚试着那个通道顶的 对了那你要就是简单来说 你看一下究竟他会不会肯定 再有一些新的资金推上去呢 你就瞄准5.6 短线的话呢你就拿着大概4.6左右来做个防守止蚀 那补充一点 你说如果在香港 除了刚才一直都在说商品股里面呢 其实刚才除了说299是 我看下去比较高分 就是直播率高的一只股份之外呢 2600都是第2或者第3只呢 比较高分 就是一些叫商品股里面可以去想一下的 而且起码它的成交量高一点呢 那就不用怕追了旁边的那些事实 其实香港有很多的商品股的成交量不是那么高 但是你起码也要有高 也要比较分数高 那2600是首三只 嗯好啊 那大家就 林先生就留意着了 空气 攻击 标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